废品的每次 连这个废旧手机一起回收 一个月能多赚好几千 不错 粉丝发了一个大包包过来 11公斤 50来块钱 预备有点小便 这个粉丝是说废品的 第一次发货过来 拆开看一下 看这笔货怎么样 最近这个手机行情啊 相当好 有货的话 我还剩那句话 趁早说 什么时候掉价也说不清楚 老年纪 老年纪 起个智能级吧 老年纪居多 整理一下 有个100多台手机吧 老年纪有个60多台 老年纪先给大家的报价 8块5一个 你们说5块 一个3块多 有100多块钱力量吗 将近200块钱 还有点电容屏 这种可以打开电池 好快的都是电容屏 给大家报价10块钱一个 老年纪 智能机 智能机还行啊 像这种一个摄像头的 你们都可以回收10块 或者15 像这种能卖20的 40的 30的 都有苹果6 30的 这三个摄像头的 这个也是三个摄像头的 这个是杂牌的 全面屏可以卖到30块钱 这个三个摄像头的 你们可以回收4050 这几个三个摄像头 你们都可以回收4050 像这个开机的能卖100多 100多 不开机的都能卖到890 最少了 两个摄像头的 有四个 这三个是全面屏的 这个不是全面屏的 是全面屏的 你们可以回收40块钱左右 像这个 以前刷的这么烂了 能卖6060 这个不开机的话 也能卖80 开机的话也能卖100多 因为这个款式比较新 这不是全面屏的 你们可以回收30 这个能卖80块钱 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笔货 虽然一体机不太多 但是最主要利落还是可以的 高端机有好几台 回头帮他测试一下 能开机的就按能开机的价格 也能让粉丝多赚一点钱 那这些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这个废族手机 回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报告单的教程 让你们轻松上手 再见 再见